到中年时女人常和你开这三种玩笑,多半对你有益 作为一个男人,你应该知道,当女人到了中年还和你开玩笑时,这对你来说显然很有意思 男人不应该不懂,你对女人没有意思的话,绝对不是在心里跟你开这样的玩笑 一,你有自己喜欢的人吗? 如果一个女人爱上了你,她会一次又一次的尝试,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她常问你是否有你喜欢的人,她希望你答应,而那个人就是她,但恐怕你说的名字不是她的 当你说你没有喜欢的人时,她一定既高兴又失望,很高兴她有机会,失去的是现在不喜欢她 她经常八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,在她知道之后,她就会努力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 二,你在做什么? 当女人突然问你在做什么时,她只想和你聊天 如果一个女人无所事事,她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找到你 也许是因为她对你动心了,她想用这个短语作为你谈话的开场白 这不是尴尬,而是礼貌 她真的想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如果你现在不忙,她会很快找到话题,并继续和你交谈 如果你说她还忙,她会知道怎么做 女人无缘无故地想找你时,也许就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她对你很有意思 三,你认为我们合适吗? 当一个女人偷偷地被你吸引时,她总是会尝试问你 例如,她经常问你,你认为我们合适吗? 中年女性因此从不会随便说这样的话 一旦她说了,就证明她也思考了很久 如果你说现在是好时机,她会告诉你她喜欢你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说你认为这不适合你 她会说她在开玩笑,用开玩笑的借口,因此减轻她的尴尬 所有的真话都藏在笑话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